2024银峰国际艺术节 机械纯过优秀的舞者们 带来一周精彩的演出 迈入第二年的银峰国际艺术节 从8月20号开始一连六天 每天都有精彩的主题活动 首先是汇聚全台顶尖舞团登场的精英之夜 再来是邀请海内外舞者禁忌的 银峰杯国际金牌舞蹈大赛 以及8月23到24号的灿烂时光 舞蹈嘉年华 其中安排得奖无数的节舞演出 我们刚好今年有得到星光杯 还有捷运杯的初赛第一名 那这些选手都会在8月23号的演出 然后来做呈现 那第四场是8月24号 也是等于是我们金融市 不管是国中国小热爱舞蹈的孩子们 也会做一场的连演 那最后一场是8月25号下午 也上半场会有四个 等于是一个新的一个小品作品 那下半场呢 会专门为喜欢舞蹈的朋友们 然后来一段舞剧两组 这一场花线风姿舞化碟 特别邀请到魏佩玲老师总策划 以中国古典舞和芭蕾 全是经典的民间故事 作为艺术节的压轴 这一场艺术节将吸引来自海内外的数千名舞者 和舞蹈爱好者共同参与 也很感谢金融市文化局的大力的协助 那不然大部分还是来自于民间 所有热爱舞蹈的好朋友 然后接近所能去支持这一个活动 那自从疫情过后 可能在演艺的一个舞台上里面 开始蓬勃的一个发展 那我们也希望喜欢舞蹈的人呢 能够借由这个艺术周 能够来到基隆 然后以舞会友 然后做一个很好的舞蹈交流 那本身我们在推动这个活动的一个宗旨 还是希望让舞蹈被看见 舞蹈是可以令人感动的 它不仅是一个舞蹈艺术 它还是一个能够与师徒之情 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传承的一种精神 预计这一场艺术节 将吸引来自海内外 数千名舞者和舞蹈爱好者 共同参与 陈志邀请所有热爱舞蹈的市民 和游客共相胜举 在基隆的舞台上 感受舞蹈艺术的无穷魅力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导